不管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或是使徒行传第一章 讲到得到能力 被圣灵尽透 有一个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 什么 对不起 大声一点 我耳朵重听 等候 等候 关键字是等候 对不对 你们要等候 要等候 而且要等直到 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等候 很多事情我们都在等候 巴士不来你也没办法上去 你得等他 你煮个饭也要等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太饿了 煮两分钟就好 然后你就吃 没有用的 你得等他那个时间 你怀孕生孩子 你也不能想说免得生产之苦 一怀孕就生好了 你不可能 你得等候 要忍耐等候 农夫忍耐等候 地理宝贵的出产 所以关键是等候 不等候 不可能有上头来的能力 不等候 你不可能浸透在圣灵里面 里面被圣灵充满 好 那我们现在要问 到底等候 到底等候表达了什么 为什么等候这么重要 都不讲话 我在等候你们 建勋 你看那边没有用 为什么要等候 等候表达了什么 表示还没有 所以要等候 有了也要等候 很好了 问得很好 还有没有 对不起 大声一点 信信 非常好 等候表示 就是主这么说 我就信而顺服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 我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 神先让我感受到他 我就信 我说 今天你要得救 是要照神的方法 不是照你的方法 你不能够说 我先要感受到 我才要信 这不是神的救法 神的救法 是要你先接受他 你自然就会感受到他 我说这个顺序 要倒过来 对不对 你今天去看医生 你不能够跟医生说 医生 我想请你帮我 开这三个药 又有可乐 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 加在一起吃 你照你自己去要求的话 没有用 医生说 不会治好你的 我到香港去 我最痛苦的 就是看了这么多 不同的医生以后 结论三件事情 好吃的不能吃 海鲜啊什么 都不能吃 我爱吃的 也都不能吃 我自己觉得 很有营养的 他也不准你吃 因为那阵子 整个手都肿起来 都是水 所以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人活在干嘛 我就说 主耶稣啊 愿你快来 但是你不能去改变医生 你得听他的 他怎么说 你得听 你才可能接受 他可能要带给你的帮助和医治 同样的 主在这里说要等候 那你不能说 主啊来不及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带茶巾 所以弟兄姊妹 要等候 讲到我们的心而顺服 要等候 第二件事情 说到我们里面真正的谦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